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厂 这张图呢 它是调整过的 也就是为了平衡 苏军它也可以造间谍卫星 还有间谍 还有直升机 这些苏军都可以造 不再是盟军的专属 这有个克里姆林宫 没抢下来 因为我的狗没有扑过队 我就不信扑不扑不过 我两条狗下去了 哎呀 又死了 哎呀 好 我这个工程师 哎呀呀呀 行 我这儿 在你身上我耗了多少钱 好 这个谁这么卡 又开始卡了 我来站 哎呀 被他抢先了 要让我动员兵先进去的话 要攻击他直接在终于建筑里面攻击他是很容易的 哎 好的 哎 云卫来了吗 打完这局 你要来一起玩吗 行 行 行 哎呀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还有一家蒙军 呃,应该不会录的,因为两个主播互相对战的话,我们是不会录像的 你别睡,睡了你就错过了,真的,我们不会录像的 那个苏军磁路直升机拉人的话,是 是共和国之灰 磁路直升机是废岸 好,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图再说一遍啊,是 苏军调整过平衡的,可以出间谍卫星和间谍 所以我们就把间谍造出来了,这不是共和国之灰啊,这是原版 只是因为这个平衡性调整过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间谍先去偷一波这家盟军的重攻 这图,你看一下小地图吧,是模拟的世界地图 世界地图,我是在俄罗斯开局 嘿嘿,这把我扮演的是普京大帝,对吧 嘿嘿,哎呦,旁边这家,我左边这家黄色,它是不是就是个,像不像是乌克兰 哈哈哈,但是我现在想不搞它,我现在要打印度 哈哈哈,然后呢,你这家还有一个啥 呃,这家印度好像不是很会发展的样子 我搞个间谍,把你高科偷了,然后再把它的主基地抢过来,抢到一个盟军基地 然后呢,就在你家,出建筑 然后再继续出间谍,因为我兵营还没偷,我发现,在中东这么多石油,是属于蓝色的,我要不要抢,不抢 抢太麻烦了,我直接给它炸,炸一炸一个就爆一片的那种,好,这个印度赶完我加成反兵 漂亮狗不用看,绿色的,哈哈哈 这个明显是,你觉得是打电脑还是打人呢 你看得出来吗,这是电,对面是电脑还是什么 哎,然后蓝色是处于非洲那个国家 应该是利比亚 哈哈,难道它是卡扎非云吗 他现在跑去和那个,左边的欧洲惹这事了 好,你瞧我这个超时空英文已经在他油井上安了一个炸弹,安了,然后就闪走,他一炸就一片没了,这个油井,好嘞 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要 好,美国竟然是,哈哈,美国,你看美国的那个国家,竟然是,哈哈,我都不想说了,绿色竟然是个苏军国家,处在美国的地盘上 要偷个游里改啊,行 我们看一下,去美国偷游里改嘛 嗯,还是去,去澳大利亚偷游里改 哈哈,他好像澳大利亚拼命的在出船场,还出无位级战舰,我们知道像这样的大图啊,尤其是有海域居多的图 如果这个是获得了制海权之后呢,基本上可以远程导弹攻击内陆 就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的说就已经稳了,但是呢,另外百分之一的例外是什么,就是,有人偷出来游里改 比如说我,嘿嘿 游里改,他在战网上的版本可以控制很多个敌人啊,可以控制很多敌人,而且,射程比巨炮还远,比无位级战舰都远 游战舰,游里的基地在罗马尼亚 朝阅门,无位级战舰,我就看他赶过了,嘿嘿,我尤里改出来了 好,上面是一家,这个盟军是处于一个在非洲的位置 但是,我把他游井炸了,他不生气吗?想跟我一波 这样一波下来 哎,他的坦克被我游回去了,游回去,但是白白站着心灵控制的资源没啥用 敲掉,敲掉,哎,上面那个乌克兰他也投降了 然后呢,我们造海豚,为什么造海豚,因为,苏军,他搞不好就要堆油,那个鱼 巨型乌贼,海豚,然后我们也跟着出船长 就看这家澳大利亚赶来惹我们 现在呢,可以说,欧亚大陆已经被我霸占了 非洲的话,现在暂时没有人去管 但是也应该属于我的囊中之物 瞧见没,游里改就是这么变态 哈哈哈,他的舰队啊,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 被我们测反了 然后一波给你推回去 这是游里改 很变态的一个东西 瞧,射程这么远 他还果然出了巨型乌贼 游里改在标准版本的红色警戒里面 哎,美国把南美灭掉了 在标准的红色警戒里面 游里改只能控制一个人 但是在战网版本 他提高到二十个人 可以控制二十个人 不换班 就是我跟云妹一起打一局 去混战 好,这家 这家美国竟然使用苏维埃的军备 呵呵 而我 作为 作为那个 苏军 而且地处俄罗斯开局的 我竟然用起了美军的装备 好,他还有个 这个叫什么 这家间谍卫星 给他搞死 接下来 我看一下他家 算了 这家应该翻不起什么大风浪 果然 好多鱿鱼 看到没 这么多鱿鱼 我的五位级战舰出去 就全部被缠住了 不过无所谓 反正是由你改空 我自己也没花钱 就由你改的钱 呵呵呵 就看着这家 蓝色 绿色 在这做这个垂死争扎 改空可以 个屋贼 打一下被船 缠住的船 然后那个屋贼就放开 这边也一样 他这么多费 哎 他还想干啥呢 运着基地到处跑吗 这家美国 做 behöver Encara 离开 那是 必须 内地 帮助 装 这就是 我达了 不可 航空 才享受 第 各位各位朋友 rene索出名 連結成名 我们订阅 认为 телефaffen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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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接下来就这家苏军 哎哟 这个青色澳大利亚跑到南美去了 不知道啥时候用了个基地跑过去了 他自家不要了 不要了的话 那好啊 就趁着他跟绿色打的时候 我来把绿色加拆 一顿拆 好好好 他防空太多了 我们就溜了 哎 绿色退了 没想到澳大利亚跟我撑到最后 行 美国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哈哈 好 现在他只剩这么一点点 来折磨一下他 绿色有没有钱不知道 他这个防空步兵防导弹效率蛮高的 还要在这做无谓的挣扎吗 这难道是个萌新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如果是高手的话 打到他这份上早就退了 一言不合就退了 但是高手应该也不会打成这个样子 说不定早就把我推了 都不一定 好 来看一下 好吧 我看到云妹了 但是你看他要这跟我死磕的话 我只能憋屈住钱 去把他这兵打死 好的 不要理他 好的 咱不理他 嘿嘿 有理改弄到运输船 好 我驱逐舰过去就不怕他小兵了 谁进了盐 没事没事 我自己打完我给你解封 好的 好的 完了完了 谁 谁给你进了盐 好